优优独播剧场——YoYo 这位土著名就是四大真龙王之一 白金龙王 这位龙王呀 很可能是安兹至今为止 遇到的最难成的对手 具体原因听大幕道来 在很多类似的这种 以英雄剑语魔法的西方题材 为背景的作品中 都少不了龙族的设定 他们一般都被认为是 邪恶且强大的存在 在Overload中 龙族也被设定成一切的制高点 首先来科普一下 在世界术中 龙族是最强的种族 强大的龙王是作为Boss级的存在 不仅拥有超强的攻防能力与生命力 还拥有相当完备的全面抗性 物理魔法免疫能力 是所有种族中的最高级 而对于所有玩家来说 最恐怖的还是龙族无尽的寿命 就算以组队副本的玩家人数上限去 它胜率也是很低的 在安兹创越的异世界中 龙族依然是最强的种族 他们在无尽的寿命中 繁衍种群 因其具有强大的物理免疫能力 使任何种族都无法伤害他们分毫 在玩家带着位阶魔法降临之前 他们拥有的始原魔法是 异世界唯一的魔法体系 异世界的龙族不会轻易 绝入世俗的纷争 他们影视于人因稀少的地方 归于龙族最强者龙地的统治 接下来 大幕按照时间线给大家 简单科普一下 异世界中龙族的历史 首先是上古龙族 这代龙族的历史恐怕是最为悠久的 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喜悦 恐怕在异世界存在时 他们就已经存在了 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不与世间产生纷争 以安兹穿越为基础时间 在600年前 六大省突然出现在异世界 于水中火热之中拯救了人类 在此过后100年 也就是距离安兹穿越的500年前 新的异世界玩家造访 后世称为八语王 由于他们是带着工会一起穿池 有工会武器等强烈道具 依靠绝对武力席卷了世界 他们不仅杀害了暗神 还侵犯了几乎不问世的上古龙族 据小说交代 当时上古龙族中的真龙王们 依仗着强大的誓言魔法 与绝对数量优势 和八语王进行了惨烈的战斗 最终在十比一的战损笔下 虽然成功击杀掉八语王的几个人 但在这场战争最后 至少十倍以上的龙族战死 最强的龙帝也陨落 这次龙族开始走向下方路 世界由八语王处产 危机魔法也开始在土著门中普及 在这场灾难中 幸存的幼龙们夺了起来 直至今日 虽然龙族不如往日强盛 但他们其中仍然存在 会使用始元魔法的龙 在异世界土著中依然是最强者 直接会使用始元魔法的龙 也就是真龙王 而目前已知的真龙王有四条 其一是圣天龙王 体型巨大 一直飘在天空中 沉迷在自己世界里 其二是七彩龙王 据说智商极高 但是因为过于变态而被同族畏惧 他自己也很孤傲 独具在中央大陆某山顶上 其三是长岸龙王 他是至今最强龙王之一 曾杀死过玩家 只有世界级道具二十之一 自创的始元魔法非常强大 攻防完美 对上阶层守护者的话 胜率相当高 长岸龙在巨大地下纵窟里 不知道在做什么 最后就是白金龙王 这应该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龙 也是动画目前唯一出现过的真龙王 白金龙王名为查英度路克斯 同称查尔 他是现今最强的龙王之一 白金龙王没有参加500年前 巴欲王土龙之战 在那场战争最后 以龙帝为首的石龙陨落 而白金龙王正是龙帝的儿子 所以他也是最有可能继承了完整的始元魔法 白金龙王是亚格兰德平一国的其中一名平一员 因其拥有恐怖实力 使这一点也变成叫国不祥与平一国其正面冲突的原因 200年前 白金龙王曾加入讨伐四女世界的魔神的勇者队伍 不过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 他只是通过远程操控开架行动 也因这一点到现在也会遭到队友责备 最后队伍中有13位勇者 被后世歌颂为13英雄 白金龙王也被同为13英雄之一的利古利特评论道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设下限制 你在这个世界就是最强的吧 白金龙王活了数百年 因为必须要看守巴欲王留下的八大武器之一 而不能轻易离开 与其他那三条不管是的真龙王不同 白金龙王非常关心实施政治 从当年勇者队的队长口中 就已经得知世界术的存在危机感很强 对玩家非常忌惮 认为他们是污染世界的力量 并对之暴有强烈的敌意 据克莱门丁所说 教国的神人情报遭到封锁 是因为听说一旦走漏风声 将会导致与白金龙王展开决战 教国也会遭到波及而毁灭 在夏天雅盼面事件时 白金龙王察觉到 世界级道具的动用后 曾操控台架前往查看 当台架抵达现场时 七黑圣典已经被击退 只剩下礼服版的夏天雅留在原地 最后开甲一发纠结大爆炸 直接逼出夏天雅的余武神形态 双方互换技能后开甲撤退 其实很多人最关心的是 白金龙王的实力究竟如何 晚上曾写过 暗自没有穿越的番外篇 在那篇中 白金的纠结大爆炸 直接把夏天雅给炸成残血 而关于这一点 其实要涉及到始原魔法 始原魔法又被称为 龙之魔法 灵魂魔法 是和未进魔法完全不同的魔法体系 它是灵魂施形的魔法 如果不是龙的话 则需要付出极大代价 虽然受到八玉王的影响 始原魔法逐渐退出异世界 但并不意味着它被削弱 始原魔法毫无疑问是 凌驾于超位魔法之上的 世界级魔法 凡是能被世界级道具 抵消效果的始原魔法 均为世界级魔法 暗自的飞鼠 予可以抵消 七彩龙王和朽关的始原 但如果是没有这些世界道具再生 后果则不堪设想 不光是安自 就连这些NPC们 如果没有持有世界级道具 怕是打不过真龙王的 不仅仅是始原魔法之一点 玩伤曾为了体现异世界的强大 称库文版的异世界土著 若联手足以把大坟墓的门堵住 也就是说守护者们 攻不出来间接表明土著总战力 略强大于大坟墓的可用外带战力 长岸龙王的实力被玩山公布过 可以说是很强 但原文是可惜天敌是夏提亚 出动高康大 别说出来呀 何建筑这两位守护者 其他可能不敌长岸 但是白金和长岸同级 白金却不被夏提亚的特殊职业克制 可以说他就是夏提亚克星 在分外片中 就连对火属性免疫的裸装夏提亚 白金也能对其造成重伤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因为身处超强爆炸 身处的超高热波中 喉咙已经被烧烂 全身都被烧烂 失去卷摸头发 就像一根被烧焦的棒子 全身传来剧烈疼痛 这个疼痛可以毁灭夏提亚 可见白金龙王的究极大爆炸 威力足够猛 在动画中 白金龙王只是操控铠甲 他给夏提亚这一击 更多的应该是试探 但在确定女武神状态下的夏提亚 具有不容小觑的实力后 才会果断撤回 而夏提亚也是在接下究极大爆炸后 迅速碰到自己 必须全副武装 否则凶多吉少 可见白金就算操控着铠甲 也引起大坟墓 综合实力最强NBC的最高警备 在之后小说十字卷中 朱虹陆迪为了救王国 选择与白金龙王联手 并由阿泽斯引开雅尔贝德 白金铠甲负责消灭安兹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 白金铠甲眼前的安兹 只是由潘多拉变得提升而已 在战斗中 派罗拉很明显处于吃力状态 当然里面也有演技成分 太子与白金的战斗 更多在于收取情报 为了收集到与白金龙王更多的信息 太子还做出下规惨叫等动作 不过雅尔贝德实在看不下这种事 直接穿过中尉的始源魔法结界 暴走白金铠甲 打得这副铠甲毫无招架之力 而此次战斗 也在双方得到不少情报后结束 撤退之后 白金龙王原本以为安兹可能是玩家 但是没有看到他突破始源结界 于是判断安兹没有世界级道具 然而雅尔贝德却能突破 说明他拥有世界级道具 相比而言白金龙王认为雅尔贝德 对自己的威胁更大 而通过这场你来我往的战斗 坐在大本营的真正安兹 收集到不少白金情报 例如白金铠与武器属于同一身命体 并初步推测白金铠是80到97坦克 同时多亏太子演技 安兹还获得龙帝与慈母的情报 这对于安兹来说非常重要的 之前夏地亚被复活后 丢失了相关记忆 然而对于安兹这种重视情报 与战术的玩家来说 此次与白金龙王的战斗意义十分重大 关于这场战斗 有很多观众都好奇 太子到底打不打得过白金龙王 至于谈论白金铠甲的话 大幕的观点是 不考虑战术的情况下 一位一应该是太子能赢 首先太子的特点就起到关键作用 智力在战斗中是很重要的 他的应变能力 再加上能够发挥至尊80%的能力 不至于会被85级的精英怪干杀 再根据原文中 太子中间很多次是在变招式 他没有抓住弱点重点攻击 而是见好就收 这次出于情报收集 要说输应该也只是单变成安兹 可能会输 可太子还有其他人可以变 总体来说还是有胜率的 但至于白金龙王的本体就不好说了 毕竟铠甲只是铠甲 没有发挥出白金龙王全部的实力 小关的设定图也说明了 正龙王的等级虽然低 但是面板远高于白金玩家 对于正龙王的等级压制应该是不存在的 而其中对安兹最能构正威胁的 还是要回到十元魔法的威力 小说目前也只是在 IF县与朽关龙王之战有描述过 这战直接展示 十元魔法的上限有多高 朽关的灭魂 效果堪比二十之一的图胜之枪 其代价也是极大的 如果没有飞鼠欲的加持 胜负可就不好说了 这一战也是安兹 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一战 然而正转比外转还要晚两年 也就是说白金记载的十元魔法 会比外转中的喜悟观多得多 由此看来 除非拥有世界级道具和科技道具 否则很难战胜白金龙王本体 大漠推测大坟墓的NPC们 对战白金龙王的胜率很低 就算不按照正外转实践线来看 单凭白金铠甲 就能把夏提亚给打出女武神 就能足够说明白金本体的实力有多强了 拥有十元魔法与秘宝的白金龙王 能免疫世界道具 经过精神 反观白金守护者 最多只能使用超位之下的十元魔法 再想想前文说到的土著赌门说法 长岸因为属性克制 打不过夏提亚 如果连白金都打不过 那异世界土著拿什么去赌门 十元魔法和隐藏的世界道具 是古王最忌惮的两点 然而八月王使用的世界级道具 二十早已刷新 基本上是落在了土著手里 算上长岸的二十 土著手里至少有两个二十 普通世界级道具数量为之 而且也不能完全否定 这四条蒸笼也独创了 十元魔法的可能性 除了他们最强boss也不为过 若是想统一意识集 安自恐怕要更加谨慎呀 当然这一切还是要看 完善老贼怎么来填坑了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中 留下自己的看法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听听其他荣誉结束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